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台版限定角色 DLC 我現在是瘦神化的DLC 今次我想試一試帶他來打我們新的 不知道多少周年的關卡 大滿足 彈珠雙嬌的廣澳之類 其實硬盲的都看得出他們是莉莉絲和妙嬰舞姬 雖然原本叫雕蟬 但我們先跟回台版叫他妙嬰舞姬 因為雕蟬我們現在有瘦神化的雕蟬 早期雕蟬我是很反感的 但現在完全不同 因為雕蟬已經瘦神化了 是台版獨有的 雖然那個被動真的見仁見智 因為有人覺得厲害 有人覺得不厲害 我覺得真的ok的瘦瘦的 然後為什麼呢 我現在略一略講解 先講一下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其實這個隊伍是不一般的 但我就想試一試帶這個雙嬰化隊伍 太厲害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帶了一隻雅龍 以這個維持著我們的平衡 這版主要有傳送和傷害壁 你看到那個 放傷害壁的那個人 其實會叫怪的 你不清他 他又會越叫越多 所以建議先不清掉 他雕蟬有什麼被動呢 你看到剛剛是聚能 他會顯示了反傳送 未進是什麼呢 我都不記得我先看看 等一下 其實這個關卡來說是挺難打的 因為是挺容易炒的一個關卡 但如果你打龍馬整件事就不一樣了 有蘇雷者L 好像不錯 蘇雷反傳送的 ability 而且屬性是暗屬 好痛的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用來打什麼 就是用來打大黑天 打打黑天的時候 我都在想著什麼時候打的 但他還沒出 那就打一等 真的要打一等 龍馬很瘋的 這裡根本就是介紹龍馬什麼了 龍馬打的版真的好爽 怎麼辦 我們看到龍馬撇一撇 這關的弱點是 你當作像打霸那樣打的 他真的加了很多 如果你這樣看狀 你看到是扣好少的 現在這個位置 他會召喚地雷怪 雖然我現在都要清一清 希望不要拿著牆 OK 沒事 我們去丟善有情記 就是這個炮擊型的散彈槍 有人在說散彈槍和彈幕的散彈槍有什麼分別 彈幕的散彈槍好像是烈盤火鬥神 我經一經看一看之後 發現兩個有很大分別 好 我們現在看看 散彈槍呢 真的是散彈的 那個範圍會大一點 彈幕散彈槍呢 他的範圍是短一點 是主要打過目標就打過目標的 雖然也可能會有MISS 但你看到看上去都不錯 應該說吃下去好像是 彈幕是好吃一點的 認真 彈幕好吃一點 那又 對啦 那我的雕蟬那個大技是一個12加8的吸血 簡單來說就是穴毒那類 他吸血吸得也不錯 那跟穴毒那個也有得廢了 那因為我見慣那些吸血技 他吸血量和穴毒都差不多 那12加8吧 那盡量都等到好一點 對啦 但其實你說12加8的吸血都 都真的幾 幾霸道啊 我想說其實是 對啦 那我 那我打算給最好的給大家看 那所以就 當我們的雕蟬那個 CD儲好之後 那我就開一開技了 對啦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血量非常之不穩定 哇 炮擊型的散彈槍 打下去真的很爽 感覺 那 那 他震了震了 對啦 他打到一段的程度 他會變身 那剛剛他一開球 給我們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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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形態 那個 未進化前的形態 那他 變了身之後 即是打到某個血量 即是打Eden都打過 那就會變身 變成一個第二個形態 簡稱進化 那 其實進化和不進化 其實 我覺得不進化好看 認真 那大家看看 那這樣打下去 希望沒有打了個比特盾 不然就很虧了 就這樣打下去 四百萬左右 是的 那但這個 只是這個 關卡的特別效果 那 長程當然不是這樣 對啦 不要黏了 那我看看這個能不能下去 少少 應該不要騙太多 OK 那這個開一開技 這樣暖片 對啦 那他龍馬 龍馬 龍馬開技 亂插的 OK 那這關阿阿龍 千萬不要開 如果你用極運 來做阿龍的話 不是 你用阿阿龍 什麼極運 就是阿阿龍 神經病 你用阿阿龍 來做極運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開 因為其實他的HP 跟我們原本那個 因為阿阿龍打的那個 是 還是說火爆算 阿阿龍 阿阿龍 是指定的血倫 但是他整條血 真的很長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帶這些 就不要開 其實這關其實有很多卡點的位置 可以卡卡 卡不卡到有人見子 卡到有人見子 卡到有人最好 卡不到就慢慢打 看到龍馬這樣斬下去 其實也是很難痛的一隻角色 戴兩隻就不好了 戴一隻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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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眠搞錯 耶 那就 加一隻雕閃 因為雕閃的散彈槍 如果近打 其實遠打 你看不出的效果 近打 近打 整件事是很痛的 所以呢 嗯 很好打打 那邊呢 那我今次的彈珠雙叫 那他的ability 都是這樣的 那是什麼ability 是我們的水屬性耐性 加這個反傳送 下面有人說 這個被動 如果是貫通 就可以打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耳耐河耐 他呢 但可惜他是反射 那整件事沒用 但也不算 因為我們有那個叫做多武的物體 那是反射都可以打的 那所以就 是可以打的 非常好 那Olive建議大家一碟 即是橄欖 有多少碟多少 我沒話可說 那大忌砰石有情 也有三花衝擊波 其實也是這樣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雕閃 看看 那有什麼未說 我再說一下 那瘦神化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可以吃兩顆果 那我改完之後 那個樣子是好看的 是的 但是唯一可惜少少少的 是那個SS配音變成了日文 可能有些人覺得都是好事 應該有 可能有些人覺得都 哎 終於不用聽普通話了 其實但是我覺得 即是某一隻角色的 配音是有點不同的 那我覺得整件事才很好玩 因為現在聽聽他的配音 不再受他人擺捕 不再受他人擺捕 對就是這樣 SOLO的L反傳炮擊型 運氣既然是Shildo 那就是護盾 散彈槍 炮擊型散彈槍 有100發 後面加兩個零 看見都有20萬 如果全部吃光 都有20萬 也有20萬 不算打藥點 不算打藥點 吃光有20萬 是不是好 雖然炮擊型散彈槍 雖然你說炮擊型散彈槍 不是很低 但是你看看我們這三位 25000 過20萬的HP 其實過20萬已經夠 但是他過了25000 對 那就好 HPOK 不錯 過20萬攻擊力 這個都OK 表揚的 可能我吃了果的關係 HP都超過300 其實夠砌 機器族 不要用來打水神殿 因為充填總司是機器 但其實我之前覺得 金果就是打充填總司的分成 所以你說 打不打無所謂 這個風靡亂世的戰機 有雕線 我覺得它的造型 跟我們日版的 光激究極的 光源氏的進化版 是有點相似的 大家看不看得出 有很多線在他周圍 其實我覺得光源氏 有些機器的感覺 但到時台版出我 都是會跌的 因為他打的那個王泉 是非常好打 還有Ducyb手上 拿了兩個好像黑洞的物體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他肯做這些 角色簡介 我覺得不錯 就是彈珠的畫風 就是 臉是不是大了呢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彈珠的樣子 但整體來說 的樣子 的Ability SS 的友情技 都是可觀的 到時出大黑天 再打一打 至於光天方面 我覺得 遲下有機會再作減解 其實這次的彈珠雙嬌 其實都蠻難跌的 如果你想帶極運寵 即是你想帶極運寵 可以帶雅龍那些都不錯 雅龍然後加劍 雕蟬 然後加劍 龍馬進去抄 其實是很方便的 整件事是 要加上面對面 嘩 這麼想一層樓 掉了一顆 一顆蛋 謝謝 好了 這次就差不多了 看看我遲些可以帶一個 雕蟬去闖天下 這次就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